今天想谈谈一下目前灵安的局势 以及这个游戏的这个核心的玩法 或者说这个游戏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玩这个游戏 他连这个游戏的核心的玩法 核心的这个 就是说他为什么玩这个游戏 他可能都不理解 随之而言 就是一些他会被一些外门正道的这个风气给带着走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种都是其实也是我很久很久不做视频了 主要一方面就是因为自己比较忙 现在生活中比较忙 也没有时间我来做这些视频 另一方面我今天视频只能发YouTube了 那怎么说就比较可惜 我觉得我在YouTube上面做中文的视频 是没有什么人会来看的 但今天确实有空 那我稍微静下来讲一讲这个事情 因为现在整个领暗的局势 其实是非常的尴尬的 就是一方面 也就是说目前这个领暗的Soul Map 看下来真的是令人作呕 我只能用这个词语去形容 就是令人作呕 非常的搞笑 比想令人作呕 那么 那么 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也来谈谈对于这个游戏后面十年这个一个长期的发展 以及说对于一些人来他们就是我完全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 理解这个游戏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游戏 或者说这个游戏它是怎么样的一个 呃 怎么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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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路 或者就是说 说白就是你你玩这个游戏是为了什么 啊 那 就 谈论一下这几个怎么说呢 最近 这个话题啊 这个这个其实 很多时候 嗯 最近贴吧其实讨论这个也讨论比较火 那很多时候 有人会问 你说 玩这个游戏玩什么 这个什么好讲呢 对吧 其实每个人玩这个游戏 他他所要的这个所求的东西他不一样 啊 那 那具体我 情况我们具体分析呢 那我们首先还是先 回到 嗯 怎么说按照顺序来吧 嗯 先讲一下目前林安的这个形式啊 真的是 嗯 非常的搞笑 我会这么说 啊我们首先讲一下最最基本的历史啊 对于那些不得不清楚历史的小伙伴 我想讲一下最基本的历史 嗯 嗯 嗯 VORB2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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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RB2本质上去就是整个服务集队 GOMS的围剿或者imperium的围剿 那 那当时南方最大联盟群DX,北方最大联盟群PANPAN,还有些杂起杂吧乱七八糟的联盟 把Game Parent围在EDQ的Consolation围了仅仅半年吧,也没打下来 那说到底为什么呢?说到底是很大一个原因是什么?很大一个原因是服务器吃不消 你想一下,如果说一个服务器它的一个Max Load 一个服务器的Max Load,最大的可以承载能接受的人是8000人 我举个意思吧,机上8000人是可以的,但是到超过8000人这游戏基本上你也别想好好玩了 那一个星系它所能承载的最大的人口是8000人,那我说白了,其实只要我有一台足够多的电脑,然后我有足够多的人 我就直接开8000个狂怒,我开8000个意思塔,然后在星辰门口挂机 拜拜,无人机,这个游戏就已经没得玩了,你已经无法进攻了 我觉得当时共识其实过多或少就已经利用了这样的一个现状 就是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或者我们目前的服务器水平 不足够去支撑 一副战略的游戏 联军在World War B2为什么会失败?本质上就是人数的问题,就是个人上的人数的问题 并不是说两边的总人数相当中,我觉得就是个人上的问题 imperium它有它的防守方的优势 那我们又知道最后的这个SOB1它一定是要有个人上的人数的优势 非常干扰的想法就打不进去,那我们历史先不多扯 我们赶紧还是聊一下5分钟的视频 那我们还是聊一下为什么目前的黎安会就是这样 World War B之后,Lexy被Panfan吞并了 我几乎可以这么说,对吧,Fire联盟群解散了 Lexy其中的主力是Tapi和Brave Brave最开始搬到了这个东南角 也不叫东南角,这个叫什么西北角 然后跟Volta组了一个联盟 然后后面怎么怎么打的呢 其实我已经不想再去提这些破手了 叫什么R3还是B2 叫B2 然后后面Brave就并入了imperium 然后CastLexy其中的Tapi并入了fraternity 然后之后就是,其实说白就是Lexy这个联盟群被瓜分掉了 Fire联盟群它的最大COConstant 现在居然是我的拦架,我想都没想到 那么Fire联盟群目前以两个型做了两个buff区的缓冲 存在于这个地图上 那么我们先大概的我想讲解一下这个Collision Inference这张图吧 首先北部,其实现这个局势已经很明显,就是南北分裂嘛 就是南北互欧欧嘛 就是说此出来就是,以这个是什么,Pure Blind 以Pure Blind为界 Cloud Rain 6Rc2 6Rc2 6Rc2的这个信息应该是这个信息吧 还是这个信息我不知道,以6Rc2为界 然后Pure Blind为buff区 Pure Blind和斐德作为buff区 然后在南边是 南边是 南边是 Wake to Crack和 Squoting Pass 就是斐游万里和逐游直径 中文应该是 这个以北 这两个信息以北 包括的Instamart 以及在Instamart往上面走的所有信息 这个信息是Panfan 那么在Claurin Claurin Claurin 以及Claurin 以南 以及在这边的 公司已经推到了Inmissia 对,公司已经推到了Inmissia 以及包含了Inmissia Inmissia 以南是公司的地方 就是Imperium的地方 那么也就是说白能 嗯 正在游戏它就是 就是分成四块地方 你可以这么粗略的理解 怎么叫粗略的理解 就是 就是北边是Panfan 南边是Imperium 然后 这个叫所谓的Phoenix Collision Phoenix Collision 就是所谓的SY 就是 就是一堆俄罗斯人 在这边抱团主的联盟 这个是一个北边的Buffer 然后南边的Buffer 就比较多了 我们看一下南边的Buffer 有什么 南边的Buffer 这边基本上 这边是全部都是公司 包括这个Boss Boss 也是公司 Brave 更是公司 什么公司 共是中共 然后 唯一一块地方 这个CVA 其实我不想聊Providence Providence 没有什么任何 好聊 这就是一块 怎么说 没人想要的地方 没人想主动去哪里 因为 CVA在这边 其实已经带了十多年了 毕竟它是一个 怎么说 已经做一个传统节目了 保留节目 估计CVA吧 那么在南边 我们还是聊一下吧 首先是这个 XXXX 他和SYGREEN 他带的这个联盟群 目前他这个联盟群的话 在 有XX Olinflay SYGREEN SLEEP LAPER Ripper Ripper Olinflay 说白了就是这四家联盟 这边也是XXXHOLD 然后说白了其实就是 STERLY 这个其实应该也是 盘反吧 我记得 这是个牛球 应该也是盘反 这也是盘反 DWOIS DWOIS 也是盘反 它是HOLD 它跑到HOLD下面去 其实说 这个也是盘反 这个NUBLE DEFENSE 这个也是盘反 那说其实BUFFER DWOIS 在这里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说白了是在DETREAD 这个信息 DETREAD 其实是 目前是CGREEN 就是我自己家拿了一半的DETREAD DETREAD 然后XX拿了DOM DETREAD 就相当于我们和XXXD DETREAD 一个WUFFER 其实我们在这边 就也是相当于NUTE STATES 这个第三方 那么 呃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BUFFER 所以BUFFER 首先DETREAD 肯定是一个BUFFER A SMART 不是BUFFER A SMART A SMART 已经完全被HOLD给控制了 然后DECOY也是HOLD 这边 DECOY就是HOLD 因为DECOY之前 FCECO好像是从FRT走出去的 所以DECOY也是HOLD OUT OF BLUE 这好像是个中立的 我感觉他们跟DECOY玩的挺好的 DEPWORD DEPWORD 应该是公司的 DEPWORD 是站在公司那边的 TRY TRY也是中立的 这个StickD Unprofession 这个 我不好说 WOMP WOMP 我们刚刚把WOMP给打跑 所以其实说白了 就是说白了 这三个先例是南边的BUFFER Scrouting Path Wake to Creek 和DETRY 和DETRY 这三个先例是南边的BUFFER 对吧 那么其实大家应该看这个图 应该已经看了 明白了 这个什么 绿色这其实是黄的 这其实是黄的 这边大块都是黄的 这是Init Init也是黄的 这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这个联盟目前 这个就是目前 林安有两个大的联盟群 Inpiral和PenFight 以及 两个BUFFER 什么叫两个BUFFER 两个BUFFER 一个是北边的BUFFER 一个是南边的BUFFER 北边的BUFFER 就是指的是这块地 这块地 你已经没有什么空余的价值可以拿了 什么叫没有空余的 就是你不可能 在这块BUFFER中里面去创造更多的内容了 PenFight Client 这个就是一个中立的 就说白了 它就是承担了这个BUFFER的作用 南边是有 有这个CV可以拿的 这些联盟都是非常活跃 并且有战斗力的联盟 我们平时也经常在打架 那说话说 然后还有一个CV CV我们就不去表谈 CV真的没什么要讲的 我不想谈CV 这个太违心了 实在是 当然就是CV 然后 其实这里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 在WWB2之后 其实大家已经意识到了 在这个游戏上 有这个物理上面的极限 是一个服务器 它能承载人数上面的极限 防守方有 在人数上面 它也是就是在这个物理层面 它是有绝对的优势 换句话说就是 除非我们的游戏的运营商 能把它这个服务器的质量 服务器的这个 就怎么说效率 拉上去之前 这个游戏永远是进攻方的那一方 是劣势的或者说进攻的那一方 是吃亏的 因此我想在未来的三年左右啊 未来的我可以说未来的两到三年之内 两个大的联盟群都不会动手 为什么 因为大家现在心里都很明白这一点 就是谁先跨越buffer之后 谁先去带着整个联盟群 而去想要进攻那一方面去进攻的 主动进攻那一方面 它永远都是会吃亏的 而且这个亏是非常大 它已经不是一个billion 量衡的 它都是以tillion 十个tillion 百个tillion 这样的一个级别 往上面走的 吃了这个亏 所以对两边而已 他们都不愿意 主动的去发起一个大型的战争 那众手周知 众手周知就是 潘范的领导人是一塌糊涂 我可以这边明着 骂潘范的领导人 无非就是gobbins 我已经忘了 说真的 我已经忘了 Piaudo的CEO叫什么 我自己跟潘范 因为我之前是潘范走出来的人 所以我很清楚 潘范的领导人 他就是那么的 怎么说 自私 然后保守 就愿意窝在星巴 就是他们要把星巴 他们一直在一起 从五年以前 潘范的理念就是 我把星巴做搭成我的同墙铁 我把星巴做为 我把这个无人机 这个星巴区 作为一个 永不可破的这样的一个地区 我在这个地区内 你永远无法进攻 换句话说 其实潘范 你只要看 他把所有在星巴的regional gate 然后他们自己划了一条 所谓的hammer线 就差不多是在这里 你要是在这里 这一条hammer线 你只要敢过这个线 你就会被捶 换句话说 你过这条线 你就拍完就会 付出一切代价去阻止你任何的建筑的这个 那个anchor或者说什么样的进攻完 这样的这个意思 他把所有这些regional给 那到时候他们说白了 泡泡一放 你人都傻了 说吧 过了个门 对不对 你说你有进攻的 你有实际上的优势 你可以先把泡泡拆掉什么的 别的有的没的 排饭会 肯定到时候 他这个station 真的就是 隔了一个新门 然后互相 两边都傻逼了 说到底就是 所以其实 这样 这一个形式 就让我很 很很很很 很可以果断的说 偏范不会有些人发起 战争 那剩下还有谁能有些人发起战争 那剩下还有谁能有些人发起战争 Imperium Asher Asher和Novas 说到底就是 既然这个游戏 你说如果谁能发起战争 只有两个人 Asher和Novas 那也就是说 只要这两个人愿意 保持目前的这样的一个 peaceful的这样的游戏模式 那未来的三年 甚至说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不会有什么展示 这就是这个游戏目前的一个病态区 那我作为一个普通玩家 或者说 对于很多听到这里的人 作为一个普通玩家 说这种普通玩家能做什么 这种普通玩家记得大的梦里面 目前已经没有什么content可言了 因为为什么你从stage 你到敌方的战争区 可能就趁着跑 50多跳 60多跳 土路的 或者说 哪怕用一些冲动 你可能也得跑个二三十跳 才能到敌方的战争区 很没有意思 就完 几乎就是完全没有意思的战争区 游戏模式体验 你在大联盟 你无非就是刷的枪 挖的枪 只能是这样 目前的游戏 所以他就是处于一个 怎么说呢 就处于一个养肥的 养肥的这样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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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双方都在互相养肥 双方都在互相 所以说现在目前我觉得 这段时间内 两边都会去 主动去发起 一些大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也不可能去逾越这个 这个buffer zone 你说到底就像 就好比就是 已经画了三八线了 随咱先动手 那一方肯定就是要被痛打的 这就是导致这个什么 通过谱呢 现在 HELF的约卡已经 已经 二十 二十七了吧 二十七 反映已经超过二十五了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的感觉了 对 二十八、二十九的感觉了 那 不管怎么说 那这个色额后面是为了什么 因为什么 连约卡上涨 其实 经济就是 只要大概 大家懂一个这个宏观经济 一有的宏观经济很明显 就能知道 就是说 这个游戏的ISC的这个 这个产出再增加 这个游戏 消耗ISC的速度 那什么叫消耗ISC的速度 就是 爆船这个速度在减缓 那么 当 这个 这个 你产出的ISC和你消耗的ISC unbalance 的时候 那就是约卡会涨价的时候 啊 就是那么的简单啊 其他的我又不想说什么 就 就说外 就通货膨胀了 通货膨胀了 就通货膨胀了 然后他就把Plex一起往上带来 为什么 因为你去MakingISC 你需要去去买Plex 对不对不错 我我要去 这个OmegaTone 我加OmegaTone 然后你就会 那个 这个其实 就是很具体的这些经济方面 我不想在这些事情 我都赘述了 因为目前的这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联案局势 我相信 是一个非常无聊 或者令人做的这样一个联案 那么 作为一个普通的玩家 我我想要content 我可以去哪 那首先第一个答案就是 Deep Hordy Hordy港 呃 什么呢 啊 你这是真男人 Deep water hordy港 Deep water hordy港 和BBC 第安就是这两家联盟 其实是 别练为你也不用什么看了 目前 两家联盟在地安互相 互相追的不好 追的不好 追的不好 不好的网子了 Deep water hordy港和BBC 那么在联案的话 北边这边 你基本上还是加不进去的 都是俄罗斯的联盟 南边这边 你要在 我欢迎来你们 欢迎来我们CG Green 我们CG Green 作为这个联盟群加巴的 这个 欢迎来你们 欢迎你们来CG Green 目前其实就是 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一个 比较稳固的buff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内容了 我们内容目前像北边看 其实啊 就是这一团 这一团其实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每天都有content 这一团比较有意思 而且我们后面也会 着重往北边看 就是看这一团 这一团其实目前是很有意思的 这一团目前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整个宇宙 大家都在看这一团 好 或者说 或者就是说 你目前说哪里还有真正的pvp content 也就是这一团 也就是在这这这这个地方 好 所以说 如果说你愿意啊 才有content 就来这里 就来我现在图上这些联盟 都是非常不错的联盟 图上这些联盟 这一块 这一块 好 好 好 这个 呃 呃 我慢慢换换话题了 参丢 画一下就是说 你玩这个游戏 又怎么样是这个游戏的这个核心的玩法 核心的玩法ку 其实,目前在雷安这个游戏中,你有两个核心的玩法,一个是做PAT,什么叫做PAT,做PAT,就是说你去附庸这些Panfian,或者你去附庸这个Imperium,然后做PAT,就说来就是一等风,二等风,三等风,一等章鱼,二等章鱼,三等章鱼,我不知道那个大熊猫头是几等章鱼, 我就不说了,嘲讽一下,然后就说来就是做PAT,PAT game,PAT always pet, but I'm always saying this,PAT always pet,第二种就是你不做PAT,不做PAT要有勇气比做PAT来多,不做PAT你的联盟的钱包很有可能会破产,你个人的钱包很有可能会被破产,但是你能保持你的联盟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就是你是个人,不是个PAT,那么目前, 看一下这张图,哪些不是PAT,我大概可以看一下,这个PAT就是一个,这个不是PAT,但是这个你也加不进去,或者说这个也没什么意思,也都是俄罗斯人的,这个俄罗斯抱团的战盟 我们再看北边哪些不是PAT,TRI,TRI给你不是PAT,DESOGORRY,这个应该是跟TRIZ一起的,这个也不是,BREASE OF DEAD这个也不是,但他们更热重于在克尔茨的发展,DESOGORRY,他们两个是一起的,BREASE OF DEAD AND DESOGORRY,他们两个一起的,TRIZ是独立的,这个STINKY UN PROFESSION,这个应该也是独立的, W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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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把WON打包,WON是PANFIN的PAT,SLICE也是PANFIN的PAT,这些PANFIN的PAT,这个也是PANFIN的PAT 然后,这个也是PANFIN的PAT,SYGREEN,XXONINFLITS,SLEEPER RIPER,就是一个小的联盟群,我们自己组的联盟群,第一步的互利港,这个是公司的PAT, 这是公司的PAT Obcorpstar就是独立的 decoi应该是Panban的PAT Out of Blue 这个我不确定 他们好像跟decoi玩的比较好 我不确定他们到底是PAT的还不是PAT No Shucks这个请问看什么不说 说到这里 那你说到底哪些不是PAT的 这边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CVA也不说了 CVA是PAT中PAT 哪些不是PAT的呢 这个不是 这个Obcorpstar不是的 Try不是的 这两家不是的 这两家也抱在一起 俄罗斯的 Wan不是 这些都是Panban的PAT 这个我不知道什么 这个也不是 这个我们自己的小联盟群也不是 啥都是的 所以说 你如果想当人不想当PAT 那也就是每个小联盟可以选的 说的道理就是 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站起来说我不想当PAT 啊 真的是一个PAT game 现在我对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实在太PAT game 好 嗯 那我们说完这个游戏的这个整个游戏 你应该以一个怎么的身份的玩游戏 然后 嗯 最后我来的想点 就是 你对这个游戏 你玩游戏的目的是什么 哦 很多人玩游戏说 我玩游戏 我是为了快乐 那 很简单一点 就是 人多了才会快乐 你一个人打远 你肯定是打不下去的 你可能觉得 啊这个游戏好无聊 我干什么都 都是我一个人 我需要找一个组织 我需要一些朋友 陪着我一起玩 啊有了朋友这个游戏才能玩得久 啊 所以说这个 这个什么 Evil的最昂贵的ship 就是这个friendship 我们一直在说friendship bestship 就是 你得有友谊才能玩这个游戏 那其实 这里又要说到了 就是什么 大来联盟里面 你比较难的去发展一些游戏 小联盟里面 因为他人比较少 你反而会更容易的去发展一些游戏 嗯 这也是我想说的 也是为什么我目前不推荐 就是你如果真的想好好地玩这个游戏 我不推荐你去大的联盟 嗯 确实嗯 大联盟目前没什么意思 嗯 现在可以说是进大联盟最差的那个时间了 我觉得吧 个人觉得是 因为你所面对的战争 你所面对的战斗 你所面对的战斗 永远都是一方碾压的 要不就是你碾压对面 要不就是对面 非常的没有意思 好吧 那么 冲手做出就是说 如果你玩这个游戏 是为了快乐 我觉得你就不应该选择大联盟 有人说这个游戏不好玩 很难玩 玩不下去 你再想 反问一下 你在这游戏里面 有没有 就是 有没有朋友 有没有交到这个爱 就是你亲爱的朋友 你跟这个朋友的这个友谊有多深 你都不会感觉到这个游戏里面 在这个游戏里面 这游戏里面 是不会有乐趣的 这才是核心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边告诉你们一句 那些对于想玩这个游戏是为了快乐的层面来说 你首先得发展这个游戏 可以一起和你打EVE的朋友 那还有一些玩家 他玩这个游戏不是为了快乐 他就是为了赚钱 这种玩家我只能说你还是最好滚回国府 那具体的怎么样 只是RMT这个东西我已经不想再翻出来 一边一边的游戏 也没有什么意思 跟整个宏观经济一样 因为宏观经济一样没有什么意思 目前EVE的经济其实也已经陷入到一个比较不健康的存在 就是说白了就是因为两边不会去发动战争 不会战争就没有消耗它的原始积累往上跌 原始积累往上跌了 他说白了这个月开价格就随涨船高 好吧随涨船高 具体更多的我其实已经不想再说了 你的视频到这里已经快要半个小时了 我把这个视频就做到半个小时了 那么最后我还是自己打个广告 我是Siege Green的看板娘 帮你加入Siege Green 你对这个游戏的理解是怎么样的 可能或多或多 对跟我说的有一些出入到我 我作为一个玩这个游戏 显然是第八年或者说第九年的这样一个人来讲 然后跟你说这个 你可能不能完全能理解 但是目前这个游戏它人数下降 然后质量下降很大一部分 就是目前这个林安的局势实在是太恶心了 完全没有这个内容 这个游戏是一个内容去懂的游戏 这些游戏的影响耗留给那些自媒体影响耗 你在这个宇宙之中 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留给每一个人去反思的那个问题 也是值得留给那些RMT的人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那些卖学物的人的一个问题 留完这游戏的意义是什么 好那么这个视频做到已经29分钟了 那我就讲到这里 也是第一次 这几年来第一次在YouTube上做众文类的视频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